哈囉大家好,我是Sarah 那歡迎大家回到我的主婦日常系列的影片 那這系列的影片呢 比較會分享溫哥華的生活啊 像是之前有拍過 在溫哥華主義餐要花多少錢 然後還有介紹過日本的百元商店 還有亞洲超市 看超市DM省錢這類的影片 對,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再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喔 那這集呢其實是我之前就一直很想要拍的 就我之前去逛儲具店啊 會看到一些 就是看起來好像很好用 可是實際上不知道好不好用的廚房小工具 這次呢主要想跟大家分享 有三個廚房小工具 一個是這個 然後一個是這個 還有幾檸檬的 看到這些都覺得好可愛很想要買 那不知道實際上怎麼樣 所以這次就想說要買回來開箱給大家看啦 希望是好用的啦 因為如果不好用的話就很浪費錢啊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玉米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吃玉米 那這一次呢我就看到這個 我就想說要買回來試試看 那這個呢要4塊錢 而且這已經是特加 本來是5.99 那我買這個呢 其實也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甘藍 這個東西要4.99 把上面的蒂頭就是轉開然後切掉這樣子 希望它會好用啦 那還有一個是這個 這個東西呢它是裡面 就是這三個東西裡面最貴的耶 這個要10.98耶 它其實看起來蠻可愛的啊 就是一個檸檬的樣子 然後呢它就是可以這樣噴的 對像是你有時候如果吃一些沙拉 或是像是你煎魚什麼的啊 你就是配一點檸檬就很好吃 那我們就先來試這個切玉米的好了 找一個你想要放玉米粒的盤子 然後把這個東西呢放在盤子上面 好可愛喔 好拿出來了 這構造非常的簡單就是這樣 然後有點像蛋黃耶 它下面的底座是長這樣子 它下面這個是防滑的 所以你放在盤子上應該就比較不會搖晃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啊 我忘記了 這個 可以開始切囉 唉唷我想像中韓物耶 欸很快耶我切完了 成功了耶 我覺得其實蠻好用的耶 花大概一分鐘左右而已吧 我等一下會把它吃兩斤 我覺得它至少不會到很難用 不過好像也不一定要買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切得很好看了 對因為我剛剛以為就是很難切 它會一直晃來晃去 那如果大家覺得就是 切玉米粒很麻煩的話呢 就買玉米粒罐頭就好啦 滿分10分的話我給它 7分好了 因為我覺得它上面這個是蠻有用的 那我們就換下一個吧 那接下來是 對 最近呢就是有在特價 這樣子一磅只要1.99耶 就真的滿便宜的 因為之前可能一磅可以到2.99 3.99 或是更貴 這個橄欖它其實真的很像那種小顆的高麗菜 那我平常的做法就是把它拿來烤 那它其實用烤的或是炒的都很好吃 那有不同的口感啦 在吃之前當然要處理一下 那我一般的做法呢 就是把它上面這個蒂頭切掉 然後再剖一半 因為這樣可能會比較容易熟 這次我就買了這個小工具 先來試看這個 看可不可以跟它上面這個圖片一樣 把這個蒂頭去除掉之後呢 它這裡面就是散開的狀態 然後上面就是有這個尖尖的 就是長這樣子 就沒有它圖片上面的閃開這樣 還是沒有閃開啊 我再擠多一點好了 你看它這下面呢 會有東西跑出來 其實滿好玩的耶 好啦整體來說就是如果以手感的話 其實還滿好操作的 OK 一不小心它就 這旁邊沒有去掉 就是會變這樣螺旋狀的 我剛剛削了五顆 我覺得它可能沒有辦法像照片這樣子 就是都很鬆散 我覺得還好的 沒有到非常好用了 那十分的話就是 五分 五分 好 那就是五分 我剛剛吃這個 很比較硬耶 可是反而整顆的好像比較脆 這個也蠻好吃的耶 好了 它的工具好像是有用的呀 接下來就輪到了這個擠檸檬的工具 這真的蠻貴的 這換算台幣大概唷 兩八五左右吧 對 而且還要加碎 它裡面的構造是這樣子 還蠻可愛的 那我還特別準備了兩種 我要放進去囉 欸 超可愛的耶 有沒有 欸 有耶 有看到嗎 欸 不錯耶 欸 裡面是這樣子 十分裡面大概是四分吧 你其實只要就是一樣用手擠就可以 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然後用手擠 那我就不浪費這個檸檬 應該就不用試了 這三個廚房小工具 就是開箱完啦 就大家可以斟酌看看 要不要買這些小工具 那我本來其實只要是這三樣東西 不過後來朋友們聽到我要拍 就是廚房小工具後呢 就它就借了我幾個小工具 這個酪梨的工具 然後一個是這個蛋白蛋黃分離器 在台灣我很少吃酪梨耶 而且我上次回台灣才發現 就是台灣酪梨就是兩倍大吧 對 很大一顆耶 那這個是已經很熟 這個是已經很熟了 就來試看看這個小工具 其實切酪梨還蠻簡單 就是你在這個外圍畫一圈之後呢 再把它轉開來就OK了 這個工具呢 它只能把這個果肉挖下來 我之前有看過另外一種工具 就是它是可以把這個紙呢 也是用這種小工具 然後把它挖下來 那我要用囉 好啦 出來了 酪梨很熟的時候 它會比較軟 所以它現在只能卡在上面 這個用途呢 這個用途呢 本來是可以讓你切一片一片的 它會黏在上面啊 大家看一下 它現在已經構成這樣子了 我們平常是這樣處理的 你可以在裡面畫 這樣子 一刀一刀的 就是用湯匙把它挖出來 這個呢 你可以挖得比較乾淨 好啦 那大家就可以比較看看 就是哪一個會比較好 跟這個工具相比之下呢 我覺得自己切的還比較好看一點吧 這個工具呢 我覺得我可以給它 三分 好不好 朋友我還給你啦 我不需要這個了 欸好像還不錯喔 我們看要用多久 我拍完喔 嘻嘻嘻嘻 嘻嘻嘻 欸唷 欸唷 全部在上面啊 嘻嘻嘻 他在幹嘛 欸 好像蠻好玩的欸 喔很好用欸 欸 欸完整的欸 不錯啊不錯啊 給他幾分 我給他七分 這個多少錢 這個多少錢 我不知道這個應該大概也是四五塊吧 不需要啦 因為沒有它也可以用 那你給它幾分嘛 6分 6分 因為還是有比自己打快一點點 可是沒有它真的 它真的不是非常必要 今天的廚房小工具的分享就是這樣啦 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就是有時候看到這些小工具呢 都會想要買回來試看看 然後呢 發現真的超不好用的呢 對 那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 就是你們的廚房小工具 那今天的主婦日常鮮 影片就這樣啦 就不知道大家還會想要看到 分享哪一些關於主婦日常的影片呢 那我會拍更多就是在溫哥華的 主婦日常的影片啦 那今天就這樣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讚的分享 掰掰 好 這些東西可以收起來了